大家好 我是冯光远 您现在收看的单元是 短的比较有力 今天节目开始 我先让大家看一张 网络上面流传的照片 台湾是一个穿制服的国家 我们从小开始穿制服 有的时候从幼稚园开始 就算幼稚园没有穿制服 至少上小学的时候 就会开始穿 然后国中高中 甚至到了大学 还记得有一阵子 很多学校上军训课的时候 都要穿制服 这个制服穿惯 很多人尤其是搞政治的 对于穿制服这样子的观念 就算自己已经五六十岁了 还是改不掉 而且变本加厉 就拿刚刚看到这个朱立伦 这张照片为例 以前呢 其实 现在也是了啊 政客在竞选的时候呢 喜欢穿着上面 秀着自己名字的这个背心 然后呢 当选了 就在这个名字旁边 再加上个头衔 例如 立法委员 哪个市的市议员 哪个乡的代表 之类的 当他们穿着这个秀有名字 官衔的背心在外面露脸 走来走去的时候呢 让我想起 我小的时候呢 很多学生的这个制服上面 除了秀上名字 也常常挂着有着头衔的名牌 例如 班长 很有威严 风迹鼓掌 很凶 服务鼓掌 那个很谦虚啊 学艺鼓掌 很有文艺气形 之类的 反正呢 都非常的威风 可是看到朱立伦刚刚那张照片 让我觉得没有人比朱立伦更威风的啦 你看他 朱立伦 三个斗大的字 好像台湾人那个近视问题呢 越来越严重 不把名字这个秀大一点呢 大家都看不清楚 哦 哦 你是谁啊 哦 朱立伦 其实我觉得了 只有朱立伦三个字啊 还不够 因为一定有些人呢 就是不知道你朱立伦是谁啊 到底是哪颗冲啊 哪头蒜啊 所以呢 我建议朱立伦 你应该在背心上面 绣上一个像是阅历大型挂牌啊 可以用诗的 第一张上面当然是朱立伦 像刚刚那样子啊 很大的三个字 然后走一走呢 就可以把第一张 诗下来露出第二张 上面写的是什么呢 国民党党主席 当然字也要这个很大很大 跟朱立伦三个字一样大 这样子呢 衣服前面这个六个都大的字 大家都不会错过 走一走呢 时间到了 就可以把第二张呢 再撕掉 然后露出第三张的这个大字报 上面写着高玉仁的女婿 大家看好了 我岳父是高玉仁 当然如果呢穿着发展到这个地步 那高玉仁出去的时候呢 他也要穿一件上面绣着几个大字的背心 上面写着 朱立伦的岳父或者 我女儿嫁给朱立伦 如此一来呢 大家都知道 我有来头 我的女婿也有来头 到那个时候呢 相不相信台湾人呢 将创造出一个新的流行 就是大家出去的时候呢 都喜欢穿一件背心 上面绣着 唯恐别人不知道的一些自己的事迹 例如风光源 我的自行车 新的 或者高宏安新竹市长 匪陶匪 然后呢 这种风气有一天呢 一定会传染到国外 到那个时候呢 你会在纽约市的这个街头呢 看到老外穿着这种 台湾的竞选背心 上面绣着什么呢 我 亚伯特 刚从台湾旅游回来 或者是一个女生的话 我 苏珊 我生了一对 龙凤胎 之类的 不得了啊 那个时候最新的穿着流行 好 以上就是这个星期的 短的比较有力 我们下个礼拜再见